把化学课中需要背诵却枯燥难记的元素周期表结合时下流行的小游戏搬到课堂 这依寓教娱乐的教学方式广盛好评 记者近日来到广东佛山贵城中学 见到了这款教学课件的制作者廖怡荣 他告诉记者该课件是和两名学生一起完成的 按照分类将元素匹配到相应的模块当中 全部分类正确即可通关 成年人可能用来减压 反正过不了 反正消磨一些时间 但我想到的是 如果学生用来玩一下 能够掌握一些知识 或者说轻松娱乐 同时也把这个东西周期表背会了 那多好呀 如果通过这种比较轻松会娱乐的方式 不仅是课了还是课后 我感觉学生都是愿意接受的 据廖老师介绍 为了顺利通关 学生们会认真预习元素周期表分类 看到这样的效果后 他紧接着做出了电解质分类表 还搜集来语数音等更多学科的知识分类表 喜欢来挑战的学生越来越多 现在呢继续尝试一下 上课不用我课间放个知识的分类在里面 不就可以了 针对我的这个教学的需求 可以扩展的 作为一名七零后的资深教师 廖宜蓉对教学依然充满激情 他的化学课堂是轻松好玩的 在这种亦是亦有的相处模式下 同学们也更容易对他敞开心扉 上课很新颖 形式多样 然后廖老师对信息技术的运用 也比之前的课要多一点 他的课就让我更多感觉到化学的兴趣 就以前可能只是单纯的做题吧 我现在就觉得做题是在玩 廖宜蓉说道 他平时喜欢拍视频 记录学生的学习和生活日常 希望通过新媒体里证明的东西 让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 收获更多正能量 那我说你们留下一个青春的记忆 在高中阶段拍这个东西 不管你跳的好不好 那还是值得纪念的一个东西 他们其实在拍的过程非常开心 我整个宿舍来拍是一个很难忘的记忆 我希望就是能够把他们一些美好的东西 做一个定格 做一个记忆 尽量把他们的一些东西分享出来 请主一些 我自己觉得是一个热情也好 一个爱也好对他们的 据了解 廖宜蓉老师在今年高考前最后一课上 为自己大的高三学生送上定制版机票 也曾登上微博热搜 廖老师表示 随着时代的变化 老师也应该有所进步 未来他将继续用一些学生喜欢的形式 激发学生的兴趣 帮助学生全面发展 做老师其实是热情跟爱是可以分享出去的 因为我分享的话 家长或者是整个社会觉得 这孩子有阳光 有朝气 有青春 有力量 能够影响学生 能够让他很开心地在高中生活度过 我觉得就可以了 在教他知识的同时 让他感觉生活的快乐 尽管人都可以尽管 你吗 您一心的同时